雨傘運動 當時有金鐘、旺角、銅鑼灣 阿明在旺角時清場 他問執達主任 人算不算是將內脈 最後被警察暴力捉走了 然後還會打傷他 黃之鋒、岑武輝都是同案 整宗案就是這樣 我們之前被判 上訴被判四個半月 黃浩銘坐牢 現在正在坐這宗案 之後我們上訴 上訴法院 最後出了一份判詞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想 是否嚴重 嚴重性是否這麼高 如何影響整體法院的司法工作 因為黃浩銘當時只是問 我問你 人是否將內脈 人是否將內脈 誰是負責清場人 那個人是否法庭給他的權利 證明 之後就開始不停地問 然後最後 你介紹一下他 最後就不停地說他違反公安條例 以及其他的條例 所以就要拘捕他 也叫很多人離開 當時很多人離開 但最後黃浩銘、黃之鋒 和岑武輝都在 其實這個判詞衍生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今天就找了Edward 我們說完整份的判詞之後 我們就會說了國歌法的問題 現在就問一問Edward 如何看今次的判詞 以及內容是否去到這麼嚴重呢 他的行為 嗯 補充一下我是發夢的Edward 即是這個Facebook 一個法律評論組織的成員 那其實這宗刑事每條法庭案 其實我都有跟進了一段時間的 雖然不是由頭跟進到尾 那裏面的法律觀點 裏面的法律問題其實都頗重要的 那因為呢 如果我們看陳慶偉法官 即是原審法官 他說為什麼黃浩銘 或者其他佔領的人士 是刑事藐視法庭呢 其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特別的事 去阻礙到當時執行 這個禁制令的執勞主任 或者是這個原告人的代表 其實是因為他們逗留在那個地方 本身就算他們沒有做任何事情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刑事藐視法庭的 犯了刑事藐視法庭的罪行 因為有一個罪行 是可以懲罰得很重 也是會有案底 也都是可能 譬如如果將來 會去其他國家的 可能就要申報說是有刑事記錄 就是那個後果都是很嚴重的 但是呢 因為正常 其實可以說回 一開始佔領旺角的禁制令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這個朝聯 他就向這個當時任的高等法院 袁仲廷的法官潘兆初 就申請禁制令 那潘兆初法官呢 他就是頒了禁制令 然後呢 他頒了 有趣的地方就是 歐慶祥在這個 延續禁制令的時候 他就說 如果要構成刑事藐視法庭 就應該 這個佔領的人 就要有一個意圖 去干擾這個司法系統 的正常進行 那就是一個很 我們英文叫做 specific intent 是一個很特定的意圖 不是就這樣留在那個地方 就已經會犯罪的 但是陳兄偉就說 不是 只要你留在這裏 就會犯罪了 那到現在上訴庭 又是 兜兜短 又是潘兆初 現在已經上訴庭的法官 他就是同意這個陳兄偉這一點 就說 只要你留在這裏 有個禁制令 有執責主任在裏 然後你不聽執責主任說 你不走 你就已經是刑事藐視法庭 又要面對一些很嚴重的刑事後果 那就是這個影響都相當深遠的 因為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 當時我們的意圖就是 好像黃之鋒或者黃浩銘 在法庭所講 就是說我們的意圖 當時是釐清 就是誰是做這個執法 執法者是誰 首先是 第二樣東西就是釐清究竟 因為都沒有說得很詳細 究竟什麼才是將來的 嗯 那 如果譬如說我的意圖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會構成一個 就是刑事藐視法庭 因為 整份本詞他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 他不管你有什麼行為 總之你倒留在這裏就已經是 這樣 但是在法律上 有沒有可以爭論他 就是說 其實我的意圖很清晰 我就是告訴 就是問一下 質額主任就是 究竟你清場的時候 就是法律的條文 是不是寫得很清晰 什麼叫將來物 定義清楚 叫他定義清楚 以及誰是做執法者的 因為當時很亂的 其實我記得 當時就是有法庭的職員在那裏 是 也有紅帽子 就是那些 愛國然後藍絲 但是他們又說他們自己是幫手清場 然後那些牌子就只有岡海香港 是的 那就用這個來證明他是幫手清場的 然後還有警察 是 還有警察也有很多人 那究竟誰才是執法者 以及誰才代表法庭去執行這個判決呢 其實呢 講回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們看回一些片 就是當時 尤其是這個王浩銘他在場 那個早上 其實王浩銘或者岑武輝 或者黃之鋒他們是 主動叫示威者不要妨礙他們去 去清除障礙物的 就是叫他們 還有就算那些紅帽子 用粗口罵他們 他們都不會說用粗口 橫罵 斬回去 那 也都是由頭到尾呢 他們沒有主動出手 阻礙過這個執法主任的 就是這個頒布那些 就是做那些宣布 就是那些執法主任 不是會一邊拿著咪咪一邊走一邊說的 其實王浩銘和黃之鋒他們呢 都是一邊向後移動一邊向後移動的 就跟他們說話 就是沒有 就是不會動在那裡阻礙他們 向前走 也都不會說身體接觸 甚至有一幕是很經典的 就是那個執法主任差點擊傷 然後王浩銘就叫他 就說你小心點 你待會擊傷不好 那其實是 到真的在陳慶偉的直前 其實執法主任是有上庭作證的 他們都承認王浩銘當時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 是一些很合理的問題 也很有禮貌這樣去問的 那 但是呢 陳慶偉法官最後的 法律觀點那個裁決呢 就是說 不管你有沒有禮貌 是不是合理 只要你出現在這個地方 就已經是違反禁制令 那所以呢 就是刑事表示法庭了 那潘兆初就說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個執財主任是 這個法庭的延伸 法庭的延伸手臂 就是我不知道中國應該怎麼譯 就是extended arm of the court 叫什麼 所以呢 就 所以這個情況就等同你在法庭面前 去作出一些 阻礙的行為 那就不需要證明一個特定的意圖 去干擾這個司法的系統 那就已經是一個刑事妙視法庭 但是正常不會的嘛 因為正常呢 我們當在外面它只不過是違反禁制令 一般來說我們普通法呢 違反禁制令只是一個民事的妙視法庭 就是有一個 就是刑事後果不會那麼重 亦都不應該是由律政司 即是政府去做檢控的 是應該是由 就是語眾的那一方 就是朝聯 應該是朝聯去做的 就是作為一個民事的程序 現在就無端變成一個刑事的程序 因為他在監獄又坐很久 以及中間的程序又不知道是怎樣的 會變成整件事很古怪 其實這也是為什麼 我知道 社民連的前主席梁國雄都不止說過一次 就是覺得根本這件事 就不應該用禁制令去解決的 就不應該用民事的途徑 就是其實警察完全是有公安條例下的權力 就是他要做的就是明東明昌這樣做 就不要借一個民事的名義 躲在法庭後面去清場 其實他最後也是想清場的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有什麼民事的利益受損 其實我想問過去如果是說清場 譬如說我進入禁制令 我要清理場 就好像領展 我們佔領領展中部 去清場 那應該是法庭的職員去做 還是那個公司的人去找一些人回來 然後去做清場 其實兩樣都有的 但是當然佔旺那裡 特別的地方就是有警察 但是一般來說警察就不會是這樣插手 因為正常就是執責主任 而且執責主任不是一個 負責搬搬搬搬搬搬那些人 他是負責來宣讀命令 這樣就完結了 通常這件事 但是佔旺當然他也很大型 然後就會有警察 也是警察是自己突然衝出來接手 其實警察為什麼會衝出來接手 其實警察為什麼會衝出來接手 也是很有趣的 然後說要執行法庭的代理人 其實主要就是他們做的 然後警察就會看到好像很混亂 而要記得混亂 混亂的情況完全不是佔領者 因為佔領者在障礙物的後面 其實他不在那裡 警察看到就接手 正常民事禁制令的時候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很經典 就是以前馬陀罷工 也是有申請過禁制令 就是長江中心那裡 但是當時這個林文豪法官 是不是叫林文豪法官 就是講過禁制令 是要考慮集會自由、示威自由的 只要他們不會阻礙到 就是這個示威者或者這個佔領者 就是沒有阻礙到人們正常的進出 也不會造成危險 其實就是應該可以繼續逗留在那裡 當然這個後來就 就是最初在一施言的時候 就被法庭拒絕了這個說法 但是就原則上 就是應該就算是禁制令 因為法庭也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 或者這個政府的一部分 他都會侵犯人權 他也要考慮到人權的重要性 在執行禁制令或者去講禁制令 整個條文應該是怎樣寫的時候 不過我想 我問你 現在法庭判詞就說 他的行話是嚴重干擾了整體法院的司法工作 你認不認同? 他這個真的是很… 所以說我直言就是有些上綱上線的 那就是因為其實呢 我們看回根本上 因為正如潘兆初法官在判詞裡面都承認 其實定義上王浩銘或者其他人 當你這次上訴的單位只有王浩銘 那就是王浩銘 是這個禁制令那個… 那個案件的雙方的其中一方 是啊 因為當你雙方的其中一方 其實應該是一個私人糾紛 如果是私人糾紛 他只不過是不去符合對方的利益 其實就未必說得上是一個 對整個司法系統的一個侮辱或者攻擊 因為通常我們會說 對司法系統有攻擊或者侮辱會是怎樣呢 譬如我們叫一些證人做假證供 譬如說去法庭打法官 就是拿鞋釘法官 就是那些呢 就直接是影響到法庭的審判的過程 也都或者令到這個公平審訊不能夠得以進行 或者會什麼呢 譬如拍照在法庭裡面 甚至你在法庭的延伸外面影響 其實應該都是這樣 是延伸法庭的嘛 就是好像 或者是某個議員 某個外君堯 是啊 那就是 正常是那些情況才會說 是對整個司法系統形成一個挑戰 但是如果純粹是一個 定義上是私人糾紛 是不去滿足對方的利益 其實就不應該說到是一個 對這個司法系統的一個攻擊 就是侮辱 好 其實社民連 我們暫時大概說到這樣 就是判詞上 但是呢 社民連在於那個刑事藐視法庭案的立場 其實很清晰 如果你說要侮辱法庭呢 其實我們原意不是侮辱法庭 我們想法庭去釐清一些法律的觀點 或者是說法 譬如說 究竟 人是不是象外物 究竟 我們逗留在那裏 有沒有示威的自由 和集會的自由 另外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處於這樣的刑罰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爭論 然後呢 今次的法庭那個裁決 其實老實說 對我們的影響呢 雖然是 真的都有 但是呢 我們不覺得大 因為我們會繼續做我們的示威 就是我們不會理 因為今次判了這樣 有這樣的案例 我們就不做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做 但是只不過呢 我們都會繼續上訴下去 因為呢 這件事是 對其他人造成很大的影響 譬如說 普通人去做一個禁制令 然後呢 最後是不是要處於這麼大的刑罰 甚至是 是不是要這樣去批評他呢 都是成問題的 我們覺得如果你要告的話 正如剛剛有人留言都說了 就是要告的話 為什麼不告藍絲呢 為什麼不告當時 就是代表法庭 然後他在侮辱法庭 因為他暴力清場 是不是 就是再說就是 那些紅帽子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本身朝聯的人 就是去用那些 剪鉗 紙著 黃浩銘 去罵他 用粗口辱罵他 那些 應該呢 他們就是叫侮辱法庭 叫藐視法庭 因為他代表法庭做的 或者代表著 就是要清場 所以其實這件事 是我們的立場來的 也都覺得是應該要上訴到底 也都補充一句 就是 如果你看看陳慶偉法官 他在判刑的時候 他的判詞其實是很明顯 除了另一個社民連結成員 就是這個 是誰呢 就是寫了一封信 就會講了一些政治的訴求 之外 是陳寶瑩 除了他那裡 陳慶偉有稍微處理過之外 其實他成份的判詞 是沒有寫過 他們為什麽佔領 或者是 他們是否公民抗命 或者是否行使他們的憲法權利 而這件事 當他完全沒有考慮過的時候 甚至我們是不知道他有沒有做一個平衡 而平衡這件事 在最近的黃之鋒案 就是中審法院 就是講公民廣場案的時候 他就有說過 是應該做一個平衡的 就是如果他是為了公民抗命 完全和平的 是應該要考慮在內才去判刑 而我們會看到陳慶偉 是沒有做到這件事 而這次潘兆初 就是上訴庭 也是完全沒有做這件事 也都值得留意就是黃之鋒 其實接下來是會有一個刑期的上訴 在刑事藐視法庭裏面 也是值得留意一下 還有就是 其實26號也是 就是有另一批刑事藐視法庭案的被告要上庭 就是他們是 就是首先就是黃之鋒案 我們叫 因為就是黃之鋒案 就是關兆雲案 就是有關兆雲 黃之鋒 黃浩銘 就是社民連的幾個 和陳慶偉在刑事藐視法庭案 這是第一批 其實還有第二批 第二批就是大家可能不認識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 有得去聲援或者去看一下他們 都可以在星期一 去到高等法院 支持一下他們 這個案件還未到正審的階段 算是提訊的 大家可以繼續留意和關注 社民連還有很多案件 DQ案 港鐵案 或者甚至是阿銘的公眾防擾案 全部都在這一年都會不停上庭 所以繼續留意 我們都會繼續發佈消息 再說就是 其實這個禮拜很多事情發生 包括財政預算案 昨天就JUKOL 和民怨在我們的直播上 都回應了財政預算案 我們出了聲明 大家可以看我們的聲明 有四個團體一起聯署 還有一件事就是國歌法 因為昨天就是政制事務委員會 即是立法會的一個 事務委員會 是的 事務委員會的開會 今天的電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就走出來 就說什麼 國歌法其實大家不需要那麼擔心 也都放心 大家只要尊重國歌就可以了 也都說什麼 其實我們的言論和表達自由 並不是完全沒有限制 大家沒有想著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 其實我有很多問題 第一首先就是 想問一下Edward 究竟我們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限制 應該是沒有限制 還是有限制 在法律裏面 或者其他國家 普通法下的國家 其實在這裏可以做一個區分 因為言論自由 其實是 你要表達言論之前 首先要有意見 我們也有一個叫做意見自由 什麼叫做意見自由 我們有時也可以叫做良心自由 或者是一個很接近的 就是信仰自由 可能用信仰的話 會比較容易去理解 譬如 如果你是 你可以去限制一個宗教的人 不可以作出某些 符合宗教原則的行為 譬如有些宗教是要打小孩子的 你可以不讓他打小孩子 但是你在信仰自由的角度 你可以不可以去阻止他 去擁有這個信念 因為信念這件事 就不是國家 或者一個政權 可以去干預 意見自由一樣 不過他就不是一個宗教的信仰 或者一個靈性的信仰 他就是一個比較偏向政治的意見 如果是政治的意見 其實就不應該是國家 作出任何的手段 去企圖去改變 其實 譬如說 我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通常我們會叫做國際人權公約 第十九條的第一款 就會說到每個人都有意見的自由 其實在國際間負責去執行 或者去解釋這個人權公約的人權事務委員會 就是聯合國的機構 他就曾經在一個韓國的案例上說過 韓國的案例是怎樣呢 就是… 不知最近有出事叫1987 其實那個韓國的囚犯 就是1985年被捕 1986年被判監 就是87年之前 就是在這個政制改革之前 他被人說他跟北韓有連繫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因為他知道1985年1986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會屈打成招 但是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入了監獄之後 南韓政府在監獄裡面 會要求他簽一些東西 去說我以後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 我以後只是相信資本主義 之類的東西 如果他簽了就會做一些假釋 或者會有一些優待的待遇 在監獄裡面 這件事就被人權事務委員會聯合國的組織 就會說他是一個違反意見自由的 因為意見是應該每個人 你可以鼓勵他或者去跟他辯論 令到他改變他的信仰或者他的意見 但是你就不可以這樣用一些國家的權力 去令到他去放棄某些信念 或者去接受某些信念 而在這一方面我們知道 國歌法第一條 其實就已經說了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要增強公民的國家概 國家觀念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培育和淺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這件事就很明顯是一個 難聽說其實也是洗腦的思想控制 在這裏其實已經是很有問題 另外如果說言論自由 或者表達自由 當然是真的有限制 譬如你說 在一個很 在一個很擁擠的戲院裡面 你就假裝火災 然後搞到那些人全部人踩人 當然你這些言領就要受到限制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國家就不應該是有一個 因為你任何限制都要有一個正當的目的 你要令到人民去相信政府 或者去更加外帶的政府 外帶的國家 其實本身就已經不是一個正當的目的 所以就算表達自由是可以限制 這個國家 或者去尊重國家這個所謂的目的 都不是一個可以用來限制言論自由的一個正當的目的 其實我昨天就看這個委員會的開會 開了很久 我聽到很厭 我聽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我覺得朱凱迪有一個問題 是問得很棒 朱凱迪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當初說一國兩制的時候 我們會說到就是 說我們國防外交就會交給內地去管 我們其他就是有自治權利 那麼就問了 究竟現在國歌法 這樣去立入附件三 去要我們立法的時候 作為一個全國性法律 究竟算不算我們自治權呢? 還是一個內地的管轄權呢? 就是變成內地去管我們 究竟奏國歌是怎樣的? 會不會違反基本法?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了 究竟內地的法例和基本法的衝突的時候 究竟如何處理? 這個其實是一個我們 香港憲法學院的一個 還沒解決到的問題 但是由一個所謂一般的原則 基本的原則出發 其實就真的透過附件三 加入一些全國性法律 去達到一個修改基本法的效果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譬如說 譬如說它國歌法 它有一個所謂中小學 應該要學唱國歌 那些東西 但是我們知道第136條基本法 就講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要自行制定教育政策 然後第137條 就要是香港的學校或者學術機構 是有一個自主權的 去決定教什麼或者不教什麼 請什麼人不請什麼人 而當你國歌法 去到一些這麼實務的層面 去規定香港的學校 中小學應該怎樣去教學 或者教什麼內容的時候 其實就 似乎是會有一個抵觸了 第136條、137條的一種效果 但是我們知道加入全國性法律 入附件3 其實程序不難 對人大常委來說很容易 它只要 就是要 資深了 對 所謂資深 資深了香港政府 和資深了這個基本法委員會 它就可以通過 但是我們基本法第159條 其實就有一些很嚴格的規定 如何去修改基本法 它又繞過了這些程序 就好像有一個修改基本法的效果 其實就是 今次國歌法都好像說 好像我不唱國歌就沒事 或者我不去那些地方就沒事 但是我們不擔保 它將來會加其他東西 附件3 其實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 整個國歌法 很多人 建制派經常說 就是 你不搞事 就不會有立法 也都說明 就是現在條例很寬 很寬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 法例不可能寫得這麼清晰 其實通常都是我們被人告的時候 自己打上去 就令到它更加清晰 就是在法庭裡面去辯護的時候 就令到那個法例更加完整 但是其實本身 法例上 就應該是 就是 令到它清晰越好 就是 就不是應該 要我們自己去打官司打上去 令到它清晰 這次國歌法真的超級不清晰 因為它除了 故意散改歌詞曲譜 而歪曲扁選方式 就算唱國歌是犯罪之外 它還有一個是 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 都是會犯罪 那什麼叫做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呢 我見到有人唱 唱一些很難聽的國歌 在那裡笑 我算不算是侮辱國歌呢 那就是一個很不清晰的 就是你說 我相信法庭 它一定不會去到那麼闊的 就是 是不是都罰你的 但是問題是 首先你不會去到法庭先的 首先是警察可以做事 那警察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著情權 去決定 我覺得他現在做的事是侮辱國歌的 他就算最後不抓你上法庭 他只是抓你去警察 警告 然後他不去控告你 落案控告你 但是已經是一個影響 尤其是在示威途中這樣做的話 已經是影響示威自由 影響表達自由的一個 就是在法治的精神之下 是不應該是沒法庭 其實你不知道我想 我看完其他方式之後 你不知道我第一時間想到什麼 宣誓及聲明條例 宣誓及聲明條例 宣誓及聲明條例就是怎樣 就是你宣誓的時候 你有一個莊嚴的方式去做宣誓 但是他沒有說清楚 什麼叫莊嚴的方式 即是是否舉手 還是像誰放下的手 或者是喊出來的人 在別人宣誓的時候喊 那究竟是否又算是侮辱 或者是影響這個宣誓及聲明條例 這些都是一個很含糊的 你問我 其實我看完這個《國歌法》之後 我看了一些條文 我第一時間想到 究竟整個《國歌法》 是不是很像這個《宣誓及聲明條例》 亦都是我覺得是很闊 他現在就說不做公眾諮詢 亦都是只是可能是 立法會開兩三個公聽會就算 而整個立法的程序 你可以見到就是 他首先就是人大常委會 即是郊遊人大常委會 然後就表決 表決完之後就立入了這個 基本法的附件三 然後接下來就是做這個 就是所謂交 就是昨天的事情就是 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 對 政制事務委員會 交代了那個條例的內容 之後呢 就到接下來就是諮詢期了 其實很快的 你看到 整個就好像釋法一樣 就是宣誓及聲明條例釋法一樣 就是很快就會搞定了你了 其實我們質疑的是 但是 需不需要去到這麼快呢 需不需要去到不用公眾諮詢呢 因為其實這個條例你見到很闊的 它闊到是怎樣呢 就是 你做些什麼呢 就是 都可以讓它過 其實 你其他方式 比如說 我剛剛才跟一些朋友說 就是如果記者 在你播國歌的時候 那你拍照呢 你記者會 那你不縮立 你去拍照 記者會不會觸犯法例呢 再說 就是梁振英打過黑痴 在這個 播國歌的時候 不唱國歌 怎麼會打黑痴 那又算不算是 或者我們的法官 有些不懂中文的 他不懂唱 那怎麼辦呢 是啊 那究竟他們又怎樣呢 口型都說錯 是啊 那究竟他們 是不是又是違反了這個國歌法呢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條例是 闊到這樣之下 是很難不做公眾諮詢 也是 而且 而且還要就是 剛剛Eler所說的 就是中小學的教育那裡 其實你都不可能不做公眾諮詢 因為他現在的答法就是 就是政府的答法就是 其實過去都有指引的 那我想知道 過去有什麼指引 其實 一直沒有說過 一直沒有人知道 過去原來學校有 這個國歌的指引 沒有人知道 然後再說就是 你怎樣教育呢 是不是 現在我們昨天 見到 有人問 究竟會不會 會說這個國歌的作詞人 就是 他那個背景 歷史背景 你夠不夠膽說 他在文革的時候被鬥呢 或者說完之後 會不會算是侮辱國歌 對 說完之後算不算是侮辱國歌呢 甚至是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衍生出來 很多問題 究竟是不是這個 思想的洗腦 影響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究竟跟我們基本法 這麼多條條文 有沒有一個衝突 他都沒有解釋得清楚 現在是完全 即是 那個局長 即是政制及內義事務局局長 其實說來說去都是一個衝突 就是不停地說 就是 總之你一心尊重國歌 就不會犯了這個法例 那你怎知道我的心想 其實我很愛國的 對不對 但我不是愛共產黨 那怎麼算呢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個 整個法例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就是 我們現在呢 社民連 過去其實在立日附件三的時候 已經有個示威 去中聯辦 有同其他團體 當時我們 好像之前的聲明一樣 即是你跟我說的那些條例 即是 我那次行動就是問他的 即是那些法例上的問題 就是問究竟 就是違反哪幾條法例 那我就寫了一個聲明 那之後呢 我們那次示威之後 也都有去城市論壇 甚至是 現在也有出席 不同的 一些電台訪問 都有說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非常 非常之不認同要立法國歌法 因為一來 是沒有這樣的必要 二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本身這個大大的場合 場所 正如局長所說 就是已經有了 即是已經有那個規則 即是警察怎樣去播國歌 那些人怎樣唱國歌 他們自己是自由的 為什麼要限制他們呢 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在教育上面 會不會違反法例 還有就是 行政長官可以隨便說 哪個場合播又哪個場合播 根據這個 就是第十二條 以及第十三條 那究竟 最後是否會這樣做呢 其實都成問題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法例的影響性呢 是除了影響了我們這些示威者之外 其實同時間呢 都影響著不同的人 即是包括法官 剛剛所說的 是法官 記者 甚至是平民 他們怎樣去唱國歌 甚至他們的尊重 疑態 那所以社民連一定是反對到底 或者其實原則上呢 其實因為國歌或者國旗 是一個代表國家的 或者代表政權的一個象徵 其實是以一個所謂的貶選方式 或者去圖鞋一個國旗 這種示威的方式其實是一個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以一個對這個政權表達最深的不滿 甚至是輕妙 甚至是對這個制度的挑戰 其實原則上是不應該去限制的 也不要說好像你自己 其實你有其他方式的 你就去寫文章 但是你那個 就是那個 觸及到人的那種力量呢 是不同的 其實也都 最近社民連都有 即是社民連是兩個副主席 即是黃浩銘和周樂恆 他們都有在法庭爭過 其實你在一個表達行為 那個方式或者地點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你有時候 那個方式和地點本身 就已經是一個內容來的 即是很簡單說 你在國會外面示威 和在一個 即是 和在一個 即是在廁所旁邊示威 那兩個的力量是不同的 是 我想說 如果 用最貼切的例子就是 如果我們反港鐵加價 當然去港鐵示威 難道去領展示威嗎 巴士站會示威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 正如上次 即是業車長 即是要罷工的時候 他當然是在巴士站 或者是巴士公司去示威 他不會走過去其他地方去示威 因為 我們要去到那個地方 才可以表達到 因為這個都是貼切的 那個關係 第二來就是我們有示威自由 即是我們去抗議那間公司 那就去那間公司去抗議 難道我家裡抗議嗎 是不是 我們不做鍵盤戰線 所以 其實真的 作為這個 國歌法 或者是國旗法 老實說 即是古思堯 甚至是我們過去 其實都不停 不停地去做這個示威 其實這個是 除了針對 我想跟那些建制派說 建制派經常在說 這個立法就是因為有人搞事 其實不是 因為如果你立法的話 你就會影響所有人了 影響其他國家的人 影響國際學校 甚至是法官 記者 而今次的影響 是影響得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是必然會反對 那些人就會問 那你會做些什麼 即是你除了出席工庭會之外 我們除了出席工庭會之外 還有就是我們會 即是可能做街站 亦都會做一些街訪 甚至是一些不同的地點的訪問 那就去做多些圖 去解釋一個歌法 我們社民連的立場 這樣我們都會出席工庭會 我跟他都會的 那就去出席工庭會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那我希望呢 政府呢 盡快做公眾之訊 就不要說不做了 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呢 下個星期 你看我的項目 你就知道 究竟我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今天了 謝謝 謝謝 謝謝